而也要來看到在新北市三重警方 17號中午是破獲了一個馬獎賭場 逮捕到了25個人 當中年紀最大的賭客已經高齡90歲了 而警方進一步調查就發現 這個賭場還規定喔 你要年滿65歲你才可以入會 代表你太年輕不夠老是不能進來的 冰議員警看著時機打開大門 來警察不要動不要動 坐下來 來這個是新北地方法院核發的搜索票 來來來 通通都給我坐下配合 只見屋內的所有人全傻住了 你把這個紙上給他寫清楚 他圍起來這邊現在有幾顆那邊有幾顆 政務一個都不能落下 只見這裡頭一張一張的都是麻將桌 屋內這些人全都在賭博 這下人將聚貨 他們就來的時候警察叫公開車來 說來車來跟一些那些落花有嗎 事發地點就在新北市三重 這間賭場就藏身在宮廟的一樓 這間門口掛著布條寫著新北勒林 麻將協會 確實屬於合法申請的協會 但有換籌碼就是屬於賭博 警方搜證之後持搜索票待人 一個一個被帶上警車 仔細看看這些人全部都是長者 警方調查按照協會規定 需滿六十五歲才可以入會 這回一共二十五人被帶 其中年紀最大的賭客高齡九十歲 而這回賭場之所以會曝光 是因為有賭客指控六十七歲的 國刑負責人態度很差 甚至還嗆賭客玩太少局 乾脆不要來 讓他們一氣之下向警局檢舉 這回銀法族的聚集場所 以為高掛協會之名 就不會被誓破 但負責人敗在自己的服務態度 不佳 遭到移送 接著無限檢證書 新北市報導